你的言語 在我上台 何等甘味 在我口中 秘密更甜 各位 一連串惡人追殺大衛的詩 最后面神拯救大衛 所以来到第十六篇 大衛作王 他统治全国 四景太平 所以这篇诗篇 可以预演耶稣基督 将来在世界末日的时候 他作王统治全世界 这篇诗篇是大衛的金诗 可以说是大衛的自觉之诗 我们进入这篇诗的时候 我们先来做一个祈祷 慈悲的天父 我们看见大衛这篇金诗 他自觉有你的教导 我们也看见 将来在千里年 耶稣统治世界的时候 一样有你自己的同在 求主来帮助我们明白 奉耶稣基督明祈祷 上帝呀 求祢保佑我 因为我投靠祢 我曾对耶稣说 祢是我的主 我的福气 唯独从祢以来 轮到世上的圣民 他们是尊贵的人 是我最喜悦的 追逐别臣的 他们的仇苦必增加 他们所交电的血 我不献上 我嘴唇也不提别臣的名号 耶稣说 是我的产业 是我杯中的福分 我所得的 你为我持守 用心良给我的地界 坐落在街尾之处 我的产业实在美好 我要清重那指引我的耶和话 在夜间我的心肠也指教我 我让耶和话常在我面前 因祂在我右边 我就不自动摇 因此 我的心欢喜 我的灵快乐 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因为祢必不把我的灵魂撇在阴间 也不让祢的圣者见地府 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 在祢面前有满足的喜乐 在祢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第十六篇 叫金诗 什么叫金诗呢 研究上来应该是大卫一篇很出名的诗 刻在圣殿的墙上 所以入圣殿的人便会看到 是标志着 这是国策 这是永远不改变的 所以这篇诗很宝贵 大卫自觉之道是什么呢 在这篇诗的内容分开四段 第一段是三至四节 就说到国文 他认为世上的圣文就是国文 当然世上的圣文包括基督徒 这就是形容耶稣基督的国文 大卫形容他的国文又美又善 所以他自觉之道带领他的文 走在神的面前 第二段呢 第五、第六节 就是国土了 大卫形容耶和华是他的产业 用成良级的地界作乐在皆美之处 在末世的时候 以色列得国土就是这样 第三段第七、第八节 是国正 形容耶和华 说神是他的谋事 时时在他旁边教他 第四段是九至十一节 形容生死 大卫认为自己死的时候 回到神的面前 在他的右边永远享福 其实就是形容耶稣基督 大家记得诗篇十六篇 是接触前面形容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也是这样的 你看看大主题 在第二节就说 你是我的主 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这句说话 和耶稣所说的 父啊 凡是你的都是我的 我的都是你的 是完全一样的意思 就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 他所得的 全部都是父所赐的 父赐什么给耶稣呢 第一样东西就是 国民了 大卫说 论到世上的圣民 他们又美又善 是我最喜悦的 耶稣基督也是 他是国王 他得到国民 就是我们都悔改信耶稣的人 我们称为圣民、圣徒 是耶稣最喜悦的 所以我们的耶稣 以我们为荣 跟着呢 大卫以神赐给他的国土 作为证明神给他的好处 大卫说 耶和说 是我的产业 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 你为我持守 用成良吉我的地界 坐落在佳尾之处 其实这个就是 形容耶稣基督 他在末世江林作王的时候 他懂事全世界 整个巴勒斯坦 都是他的 他统治的版图很大 坐落在佳尾之处 然后就说到国策 第七节 第八节 形容耶和说 在他旁边 奏夜成了他的谋事 意思就是说 耶稣基督无论做什么呢 不是他自己的意见 是在他里面给他的意见 付的话供应他 所以成了他的谋事 成了他的谋事 他就能够统治世界和平 大卫作王 他想到自己的生和死 这段经文很奇妙 大卫想到自己的生和死 就是《新约圣经》 很多作者都应用过来 证明耶稣復活的经文 大卫说 因此我的心欢喜 我的灵快乐 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有耶和话 神做好谋事 我活都活得快乐 我心又欢喜 灵又快乐 肉体安然居住 不用怕任何患难 至于死 第十节说 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 必在阴间 也不叫你的圣者见口坏 这两句说话 就是《新约》的作者证明耶稣復活 不将耶稣的身体 别在阴间 即是叫他復活 不见扭坏 从来都没有变臭的尸体 是復活的 最后 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 意思是 你教我如何復活回上天上 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 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也就是说 我会升上去坐在神的右边 在你右边永远享快乐 耶稣就是这样復活了 今集背中的金句是 因此 我的心欢喜 我的灵快乐 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 必在阴间 也不让你的圣者见地府 诗篇16篇9至10节